说到杨子,最近可算是被他的作品给刷屏了,前段时间刚刚开播的天机之白蛇传说,就收获很高的人气,虽然现在停不整改,但也是为了上星座准备。 然而前天杨子另一部热剧《香蜜沉沉浸如霜》也迎来了的首歌,对于杨子,大家应该是在家有儿女中开始熟知他的宝,不得不说当年他饰演的下雪,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,很多长辈都非常喜欢他,之后为了学业淡出娱乐圈,当时引来不少网友的不解,现在回头想一想,是有一定的道理,经过大学的洗礼, 现在的杨子演技更上一层楼,复出后更是出演多部热剧,然而这几年杨子渐渐开始接触古装剧,还记得他接清云指,那时候大家有点担心他的古装外相,尤其还是出演剧中最经典的角色陆雪奇,这是不少小说明心中的女神。 好在这部剧热播了之后,杨子饰演的陆雪奇,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,他那冷眼,清零和淡雅,感觉浑身都冒得仙气,看来杨子还非常适合古装扮相,就这样杨子今年就有多部古装作品和大家见面,尤其是最近刚刚上映的《香蜜沉沉浸如霜》, 杨子在剧中饰演的花神针与锦密,其半相合虐心程度,一点都不输青云至终的陆雪奇,《香蜜沉沉浸如霜》,也是一部大型IP剧,改编自电线的同名小说,主要讲述着锦密和续凤的《三世情感就得》,收望千年之恋的故事,杨子在剧中仙侠风的造型非常的好看,不信我们就来看看,首先就是这条粉色的纱裙,看上去就是仙气飘飘,再加上这一戏长发, 整个人看上去却灵动了许多,虽然发饰有些简单,却非常的精美,其次这套淡蓝色的仙女裙,看上去是不是有几分,青云至终鹿雪奇的半相,只是鹿雪奇的妆容更加仙侠,而锦密这身看上去更像仙女,最后就是这套紫色衣服,想必前面两套更加奢华大气一些,像是不问红尘的仙子一般,但不得不说杨子在剧中的发饰真的非常简单, 反而让整体半相更加好看一些,大家喜欢仙子在剧中的半相吗?